世界上好吃的千千万 今天就想吃个卤肉饭 正好冰箱里边有一块五花 这次超大的 咱们把五花先给它切成小块 今天这个五花不虚 只有这么一片 比较好 这一块就完全一花 咱们把五花先给它切成小块 一不小心大放了一会 先给地板先吃 吃的来的一口 准备点香菇 咱们把根给它去掉 然后咱们给它切成小丁丁 准备一块酱 切点洋葱 切点洋葱 接下来咱们给它焯个水 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再来两块猪皮 然后来点料酒 水为开火 咱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打一下 今天这个浮沫有点多 然后咱把五花先露出 接下来咱们锅里边稍微拉点油 咱们简单炸个葱油 油温一两层热 咱们把这个洋葱下到锅中 咱们把洋葱炸至微焦 就差不多OK了 咱们给锅里边来几个八角 八角炸出以后 咱们给它捞出 然后来点姜片 咱们把五花给它下到锅中 然后再来点香菇 稍微煸干以后 咱们给里边来点生抽 没有黑糖 咱们给里边来点红糖 炒得差不多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来点香叶 然后来点安纯蛋 然后来点盐 花椒粉 姜粉 来点蚝油 搂出 把炸好的洋葱素放到里边 最后咱们来一瓶绍兴黄酒 盖盖 盖盖 小伙咱们给它炖上两个小时 今天突然没有煤气了 煤气用光了 临时给改到了这个法郎锅中 黏黏糊糊的 满满的都是胶脂 今天咱们加入了大量的猪皮 给它小五花一遍 这小汤相当黏糊了 来一点点西红柿炒鸡蛋 这炒得有点碎了 但是半翻一绝 好了好了大家好 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啊 开始咱们快乐的旅程 最近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小猫小猫特别黏人 来块儿 这个小猪皮 哇香的哇塞 上边很快就形成一层油皮啊 这就是这胶原蛋白 咱们来上一手啊 现在快上一手啊 给它搞一个小型盖饭 手汤必须给它配上 这就是我丈母娘给腌的咸菜啊 酸黄瓜 枸杞 这一碗香糖爽啊 嗯 哇 太满足了 它们再给它来点 这个西红柿鸡蛋 哇 这一碗超满足 同时也特别的幸福 哇 嗯 吃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这米饭这么泡着吃才正点 来点辣椒尝尝辣吧 完全不虚 直接进入了喝饭模式 这小五花绝了 吃蛋 配饭别切 吃食材 盐 盐 盐 不许的牛奶 一把牛奶煮了 一把牛奶吃掉 吃